很多藏友很想学习瓷器知识 可就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怎么学习 以至于在古玩市场买了一些瓷器或者瓷片 研究了很久也是一头雾水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藏友们最想知道的 第一步该从哪里学习 首先重中之重 必须要了解几点理论知识 我们先拿明代做比喻 开始一定的知道 各时期的皇帝都用哪些 这就是明朝皇帝的年代表 比如明早期 就是洪武 永乐 还有宣德 像建文 还有洪西这两朝 基本就是皇帝在位时间比较短 所以没有什么瓷器流传 可以忽略不计了 接下来就是空白西 也就是正统 天顺 还有景泰三朝 由于这段时间比较混乱 没有带官窑款式的瓷器出现 都是民窑 所以被称为空白西 然后就是明中期 也就是成化 洪志 仲德 三朝 接下来就是明晚期 也就是嘉靖 龙庆和万利 最后是明末期 也就是太昌 天启和冲真 太昌呢 也和之前一样 就是在位时间比较短 所以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 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记住的 比如说别人一说明中期 你最起码得马上知道明中期的皇帝都有哪些 等到明代皇帝的列表我们都记住之后 下一步就必须了解明代 死期的胎土是什么样子 我们经常听别人说过 讲什么几元配方之类的 其实新手学习 大致知道一点 明代胎土分两种 麻仓土还有高龄土 那就可以了 麻仓土大家可能都知道 像原型皇帝就是麻仓土 它的特点是胎质比较疏松 胎内的空隙比较大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明代早期洪武的 看到没有 它也是麻仓土 就这种 看到没有 胎质的中间的孔隙比较大 就是那种跟全麦面包似的 据资料记载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在明代晚期 万历 中期之前 用的都是麻仓土 就是明早期 空白期 还有明中期 包括明晚期 万历 中期之前 这个时间 用的都是麻仓土 只不过麻仓土是 一往后开始的 比较细腻一点 所以只要见到这种 麻仓土的词片 基本就是这个时期的 从明代万历 中期开始 麻仓土基本已经使用完了 所以在万历后期 一直到明末期 工匠们开始使用高龄土 它的胎土 我比麻仓土可细腻多了 颜色洁白 空气也没有那么大 就跟大馒头皮似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词片 它是冲针的 看到没有 胎纸特别细腻 我们对比一下 看一下 这个就是麻仓土 这个就是高龄土 是不是一对比 就马上出来了 我这样讲 藏友们可能更明白了 所以拿起来一个瓷片 开胎土 就能大致分辨一个年代 好了 胎土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必须要了解的知识 就是明代瓷器的青花用料都哪里 每个时期用的都是什么青花料 各时期青花料的发色特点都有什么 由于时长的关系 青花料的知识 下期再说 关注我 让你从小白也变成讲究高手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各位再见 再见